十名参与者将在北极展开生存之战 而那里是地球上最考验体力的地方之一 和临下气温相斗争 独自面对凶恶的捕食者以及孤独 他们能撑多久 撑到最后的赢家将会获得50万美金 第70天 凌晨12点27分 现在还剩下三人 乔丹的庇护所来了小客人 雕 雕是松雕的近亲 雕是无畏的食物动物 以其他食肉动物吃剩的猎物的遗骸为食 他来到乔丹这里是想偷兔子皮 乔丹淡定地和他打招呼 早上9点12分 乔丹要去拿块肉 他有足够的蛋白质 但是脂肪不够 他抓到一条鱼 得吃慢一点 吃久一点 来到他放置驼鹿肉的地方 他就记起他忘记带梯子了 一定数量的脂肪的缺乏会导致记忆障碍 看雪地的脚印 乔丹知道狼欢回来了 他把梯子拿过来查看了一下食物 所有东西上的脂肪都被啃走了 狼欢啃走了鱼上面所有的皮 而乔丹最需要的就是皮 鱼皮富含欧米加3脂肪酸 下午1点43分 当前温度为零下21摄氏度 内森决定用他的腰带压住他的内裤 因为他的内裤老是掉下来 内森自开赛以来 已经掉了约26%的体重 之后他要出去检查一下他的刺网 昨天晚上的天气很不好 他的刺网末端结了几英寸厚的冰 当他把他出来的时候 把绳子拉断了 内森不知道刺网损坏的程度 但估计已经没得救了 下午2点51分 沃尼亚昨天抓了三只松鼠 但是在这么寒冷的环境下 他真的很害怕没食物吃 沃尼亚注意到 他可能已经在消耗他的肌肉了 因为他已经没有脂肪了 沃尼亚现在对冰调寄予厚望 到了冬天归狱组 包括虎尊玉在内 夜间活动会越来越频繁 所以黄昏是捕鱼的好机会 湖面上的冰不止一尺厚 4英尺的厚冰在不破裂的情况下 能支撑200磅的重量 于是他来到冰上 拿着他的鱼具 用兔子的肚子做诱饵 但从下午3点25分到3点50分 湖面上的冰还没凿开 当前的温度是零下23摄氏度 打通这个洞的工作量 和可能获取的卡路里相比 好像不是很划算 虽然沃尼亚不想放弃 但沃尼亚认为 他不值得他消耗这么多卡路里 第71天下午2点13分 现在所有东西都被冰镇了 内森觉得 如果现在去钓鱼 估计会有回报 刺网坏了 他要6条绳子和双背的钩子去钓鱼 每个钩子都挂上一节肠子 晚上11点48分 内森在煮他的汤 不知道怎么的 防水部着火了 内森没有水 里面有太多干草 大火点燃了周围 他抢救不回来 整个庇护所烧了起来 连他的被乳都被烧了 好在他把通话机拿了出来 他打电话给节目组 宣布退出 跟他们说 庇护所正处于四五米高的火海 他现在暴露在外 突然一声爆炸声 可能是蛆熊炮 蛆熊炮在达到176.6摄氏度时 会爆炸 现在是晚上 节目组不能在晚上驾驶直升机 也没办法乘船 或其他任何方式到达这里 所以内森必须在外面度过一个夜晚 用火焰作为热源 当前温度是零下17摄氏度 内森至少要在外面等7个小时 但这些东西烧不了7个小时 所以只会越来越冷 人的体温降至35摄氏度以下时 可能会发生体温过低 所以内森要开始搭建一个棚子 他先搭建一些三脚架 在上面搭一个木头做横梁 然后在火队中抢救一些木头 做棚子的背面 第72天早上9点41分 节目组的直升机来了 这时内森很难过的意识到 他将一无所获的回家 上午10点34分 现在是两人的角逐了 由于前几天又来了一只狼欢 吃了乔丹一大块鱼 这里的食肉动物对乔丹来说 真的很难应付 他对它们无能为力 于是他又来到湖这里 看他布置的鱼网 有没有帮他捕捉到一条鱼 但今天又是一个没有收获的日子 乔丹突发奇想 把手电筒照进洞里 四周漆黑 他把灯光照在腰尔上 当鱼引来浮游生物 然后浮游生物引来鱼 向水中投射光 但是没有用 他这是在浪费体力 乔丹有继续下去的能力 也有继续下去的意愿 但是他的体质没有了 因为他不知道 一直吃驼鹿肉是不行的 而且他不知道 吃鱼会不会好点 他必须每日摄入 45克以上的脂肪 才能保持住现在的体重 中午12点32分 沃尼亚再煮一个 美味的混合汤 用所有他能找到的 能吃的东西 有几条松鼠尾巴 有几只兔子的前脚 和一堆骨头 吃完之后 他要出去看看 他的兔子陷阱 但这回 他的陷阱没有任何小动物 下午5点43分 沃尼亚知道 他应该做出一个 重大的抉择了 他想在这儿多待一会儿 是因为他觉得 他有机会获胜 50万美元 将彻底改变他的生活 他想回报他妈妈 但越来越难了 他快饿死了 他的身体已经尽力了 如果到了可能 对他造成长期损害的地步 这就是沃尼亚 应该停下来的时候了 接着他拿出通话机 宣布退出 第73天 今天是沃尼亚的生日 早上节目组 搭着直升机 过来接他了 沃尼亚很激动 也很伤心 他并不想离开这里 他已经习惯了这里 但他的身体 已经不允许他待在这里了 现在只剩下乔丹了 此刻乔丹的鱼网 帮他捕到了一条鱼 今天他的午餐 是吃鱼汤 在他享受美食的时候 安全小组来了 工作人员询问他的感觉怎么样 乔丹说他的状况非常好 他比这里的任何人还健康 他认为他还可以坚持很久 他还有很多存识 他对着镜头侃侃而谈 这时乔丹的妻子贾纳利 从他的身后过来 他惊喜地抱着他的妻子 乔丹知道他赢了 他赢了50万美金 这意味着他在经济上可以自由了 这足以促使他往一个不同的方向前进 一个更积极 更令人满意的方向 这次经历给了他机会去做一个更好的父亲 这次经历给了他